好的,通过刚才关于生力启蒙这本书的基本介绍,以及我们刚才一个对联故事的学习,我们知道了最基本的对联,对联的这个对的意思,就是一个字或者一个词跟另外一个这样相对,那这个用专业的词叫什么呢? 叫做对仗,对仗呢,我们说打仗,打血仗对不对,那对仗呢就像两个人呢,打血仗是几个同学玩的,肯定是分成两边对不对,这边一会儿那边一会儿打仗,所以打仗都是两边的,那对仗呢肯定是两个对,这两边的对不对,所以对仗这个词就表示的是在句子里面或者是在对联里面两个字或者两个词对应,这就叫对仗, 那在古代这些相对的这些一起能出现的,包括对联出现的,会有几个呢?一般呢,首先肯定一个字和一个字对,叫做单字对,一个一个的,然后呀,还有双字对,两个两个的对,像我们呀讲,哎,两个,哎,天空啊,对大海啊,这样两个对,对不对,然后呀,三字对,三个字也可以对,但是呀,没有四字的,一般四个字呢,不会出现这样的对应, 大多数呢,后来呀,出现的是五个字的,哎,然后呀,还有七个字的,还有啊,更多的十一个字的,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经常看到的,常出现的对联的字数,但是绝对不仅限于此,还有很多可能啊,比较特殊的新颖的,他们就可能不局限于这些字数, 好,那我们首先知道了,玉尼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于对仗的知识,一个对联呢,包括我们写诗呀,最基本的,要有对仗的这个意思,两个字相对呀,这样两句话才会非常的,哎,非常的平整,非常工整,对不对,那接着呀,再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由于这三个概念呢,大家才会知道后面的精彩内容, 那,嗯,因为呀,咱们的年卡呢,是后推出的,所以呀,之前上过,嗯,咱们的春季班的小朋友,可能已经听过小余老师在这献丑的一首歌了,那,年卡的小朋友还没有听过,所以呀,咱们再来讲一件关于这首歌来,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小余老师呀,再给小朋友们献丑一下,哎,我们说这个,这个动画片大家都看过,对不对,香阳和灰太郎,香阳灰太郎里面,哎,他的主题曲就是, 这首歌,很多小朋友就喜欢跟着唱,对不对,那,赶快跟小余老师一起来跟着唱一下这首歌,怎么唱呢,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绿草因为我变得更香,天空因为我变得更蓝,白云也变得柔软,哎,唱完了,对不对,那,刚才这首歌里面,大家唱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好听,对不对, 虽然小余老师唱的可能不好听,但这首歌本身很好听,为什么好听呢,我想可能这个调它写得好,其次呢,词啊也写得好,词写得好在哪了呢,我们来看这几个字, 羊,香,蓝,软,哎,听起来非常相似,对不对,那这几个拼音大家会写吗,羊的拼音要怎么注意啊,羊,哎,一昂,羊,哎,这个笔不太好用,小余老师就不在这里写了, 我们自己来想一想,羊,哎,二声昂,对不对,二声呢,昂,然后是二声昂,那香呢,西昂,香也是昂,两个都是韵母昂,然后呢,蓝,乐安,蓝,是安,对不对,蓝,是安,然后啊,软,日无安,软,也是安,对不对,所以发现,为什么好听呢, 因为他们俩都有一个一样的韵母,所以他们俩听起来会非常相近,哎,羊,香,然后呀,说蓝,软,都是安,一样的韵母,所以听起来相近,所以好听,所以啊,自古以来,我们写诗呢,还有啊,在我们的唱歌里面,歌词里面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最后一个字呀,都是采取一样的韵母, 然后一样的韵母呢,就听起来很相信,这样呢,读诗呀,读歌呀,唱歌呀,才会好听,对不对,于是啊,这在专业术语里呢,就有这样一个词,叫做压韵,韵母一样,所以叫压韵,压的呢,就是那个韵母,啊,我们知道了对账,又知道了压韵,对不对,在诗词呀,对联里面,压韵了,首先要对账,然后呢,要压韵,这样才好听, 古代人家是非常讲究这些艺术的,所以啊,才会读起来,读诗呢,读得那么朗朗上口,对不对,而且压韵了,大家才好记,很多时候呢,哎,有很多地方不会背,哎,然后老师呢,就会想一个口诀,那这个口诀里啊,经常压韵,大家记起来才会清楚,对不对,他们知道了压韵这个神奇的概念之后,我们再来讲一个更加高大上的概念, 小刘老师啊,这里,哎,一旦出现了这个标志呢,就是生力启蒙这个书里面的原文,我们呀,又选取了一段原文,但是这段原文呢,不是让大家理解意思的,来让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游戏,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这段话里面出现的不同的字,他们的声叫,分别是几声,我们一起标一标,云对雨,云是几声啊,二声,对不对,二声, 哎,这个笔啊,不太好用,二声,然后雨啊,三声,雪,一声啊,三声,风,一声,晚,一声,三声,照,四声,停,二声,空,一声,哎,发现什么特点没有啊,哎,这个啊,二对三, 三对一,三四对二一,发现三四好像是一组的,一二好像是一组的,对不对,其实啊,就是这样,我们来想一想,哎,云这个二声的时候,嗯,标点符号,就标这个声调时候怎么标的啊,是不是这样写的,表示这个声调是往上走的,哎,云,云是往上的,对不对,哎,因为这个字呀,是我们往上写的, 然后啊,雨呢,哎,是这样曲折的,哎,然后啊,雪呢,是这样的,然后风呢,哎,是这样的,一声,然后晚呢,又是三声,然后呢,哎,照,四声,然后呢,情,二声,空,然后呀,是一声,哎,大家有看到什么特点没有啊, 哇,古人太厉害,对不对,这段话为什么读起来这么舒服呀,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因为大家看他的声调,好像写成了一条曲线一样,哎,这样,刚好是这样,对不对,然后横了一下,然后又这样,然后又这样, 为什么好听啊,正是因为这样,如果这句话都是一个一个音调,哎,比如说,空空空空空空,哎,大家觉得好听吗,一直都是一个音调空空空空空空,哎,不好听,对不对,一般噪音才是这个声音呢,所以啊,好听的句子呢,就是这个特点,根据我们标的音调啊,这样波澜起伏,像大海一样,像波涛一样,对不对,好听的音调啊,就要做到这一点, 所以啊,古人就发现了这个道理,于是呀,他们就非常注意,在写一句话的时候,两句个,两个字相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声调啊,是这样,对应着的,比如说小朋友的名字呀,嗯,小,小佑老师的名字,哎,哎,小佑老师叫李,颖,于,对不对,哎,李是三声,颖呢,也是三声,于是二声,哎,大家读起来有的时候,有小,有小朋友就说, 小佑老师的名字呀,其实读起来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呢,哎,其实,根据这个道理就看出来了,哎,小佑老师这个地方,如果呀,要下来,可能就好听了,哎,当时呀,小佑老师的妈妈可能没有学这个知识,哎,比如小佑老师的名,哎,如果小佑老师的名字,改成了李颖玉,哎,是不是可能会好听一点,因为呀,就会改成了这样,哎,这样,对不对, 变成了这样,那这样就是波澜起伏的,读起来就好听了,对不对,所以呀,小朋友们可以想想自己的名字,画成这样的曲线,如果呀,你的名字这样曲折了,就会很好听,当然呀,如果没有那么好听,像小佑老师这样的也没有关系,咱们讲的呀,只是专业知识,没有这样做呢,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大家知道这个小技巧,赶紧回去测一测自己的名字,还有自己爸妈的名字,看看能画出什么样的曲线来,好的,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概念之后,观念是要说的是呀,古人非常重视声调的问题,对不对,声调的变化,于是呀,他们就起出了一个这样的概念,叫做呀,瓶色,瓶色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小佑老师刚才说的,瓶, 瓶色是平的,还有包括往上去的声,瓶,哎,就是往下去的,这个字念,瓶,所以呀,平声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声和二声,哎,一声和二声,因为一声和二声,一个是这样走的,一个是往上的,都是在往上走的,对不对,然后瓶声呢,瓶声啊,就是三四声,三四声,三四声,三是这样的,哎,有往下来的,对不对,四声呢,干脆啊,就全是往下来的,所以呀, 瓶声表示的是一二声,瓶声呢,是三四声,写一句话的时候呢,哎,肯定是要,哎,发现呀,要,要有瓶,有瓶,这样读起来才顺,这样才能接成这样波澜的曲线,对不对,大家可以测试一下,所以呀,我们说,瓶上去入,古代的音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 有这样四个声调,哎,大家可以不必学习这个,但是呀,我们一定要知道,根据现在的普通话,大多数是符合这样的规律的,叫做一声,二声是平声,三声和四声,是坐声,所以呀,我们在,哎,写诗呀,写对联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平声和坐声,哎,平的呀,是一声二声,这样比较往上去,坐声呢,是往下去,三四,这样听起来才好听, 所以两个字相对的时候呀,首先要知道,要对账,对不对,两个字要相对,其次呢,他们俩的平字也要相对,一个是平,一个是坐,这样对应起来才好听,对不对,所以呀,这就是古代所讲的,我们所讲的三组概念,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叫什么呀,第一个叫做对账,哎,对人对基础,两个要相对,然后呀,有押韵,哎,每句话的结尾啊,如果能够押韵是最好的, 他们的韵母相同啊,就听起来非常相似,非常的顺口,然后呀,还有一个非常高大上的概念,这个平字,就是我们所说的声调,就是小悠老师刚才说,像名字一样,如果能连成这样的波兰曲符的曲线,才会好听,所以呀,古人说,两个相对的时候,一定要一个平声,一个字声,一个字声,一个平声,这样才能相对,对不对,好的,那知道了这些基本概念,我们就来探索生律启蒙这本书吧, 声律启蒙啊,就是,嗯,他写了很多关于怎样相对,怎样做对联的这些句子,对不对,那那么多怎么给大家分个类呢,于是啊,他分类的标准呢,就是按照我们所说的押韵,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哎,风啊,空啊,说明啊,这张里面,哎,每一张讲了很多这样的话, 那这张呢,大家就猜出了,都是压的是风,空,都是这样的嗯的一个韵,对不对,所以呀,古代韵跟我们现在不太完全一致,像我们这个嗯和嗯不太完全一样,但是古代呢,他们听起来是差不多的,他们就放在一起,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先讲一东二东,哎,一东二东是什么呀,就是我们所说的,首先压的是东的这个韵,还有这个东的韵,古代呀,这两个音是不太一样的,虽然今天我们现在看,他们两个都是呜,都是呜,都是这个呜的这个韵,对不对,但是古代这两个不太一样,所以呀,我们看,首先古代有压这个东的韵, 然后还有压这个东的韵,不同的韵,放了很多不同的句子,哎,总之脚上感觉现在已经完全听乱了,对不对,没关系,我们现在啊,来看一看生日启蒙这本书,自己来猜一猜,哎,问题开始了,小玉老师要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